猴子也想吃 今天穿的很立體的猴子 嗨 大家好 我是沙拉阿伯 今天在家裡拍開箱影片 是住在台東的大學同學寄來給我的 裡面是整箱的乖乖 從他寄來給我之後 其實也過一段時間 一直都還沒有拍影片 結果發現不行 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裡面沒剩幾包 所以今天很快 來 把影片拍出來給大家看 我們知道台東都是粗豪米 所以在這邊 他們用米去做限定的乖乖版本 像這個是出入牧場的 其實以出入牧場的 我記得裡面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這個焦糖牛奶 焦糖牛奶的 還有另外一個牛奶口味的 我今天拍的時候發現 哇 糟糕 被我吃完了 他的乖乖啊 我覺得是因為是米做的的關係吧 所以他吃起來那種口感 很脆 很脆 非常脆 有聽到我的那個 ㄎㄎㄎㄎㄎ的聲音嗎 沒有的話再吃一吃給你看 這一包他是強調 聽背播分音樂 長大的米 做出來的乖乖 像這一包也是 奶油椰子的 他用米做出來的口感 就真的是比較酥脆 而且那個酥脆 我們應該是這樣講 並不是說我們一般 在便利商店買的那種乖乖 不酥脆 並不是這樣 而是說這一系列用米做的乖乖 因為他的酥脆感是有扎實的口感 然後那種咬下去的 並不是那種馬上乖乖 乖乖的國語就是 不是馬上這樣融掉 他是有口感的 你一咬 你會覺得他有層次喔 你一咬著咬著 他就是不斷的在 碎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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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聽得懂嗎 碎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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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家竟然出乎意料受歡迎的 是這個 看得到嗎 它是洛神花口味的 本身喜歡喝洛神花 可是呢 當它變成乖乖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難去想像 那我把它倒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這一包洛神花的口味 沒想到在我們家是最受歡迎 但小朋友最喜歡的還是牛奶口味的啦 像我們大人啊 像我阿姨啊 他們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 洛神花口味的乖乖 它的顏色呢 呈現淡紫色嗎 還是 這個顏色我也很難去形容 而且 它跟其他口味的 乖乖的共同點就是很脆 然後呢 它不甜 而且 吃到脆味 我這樣稍微 酸酸 像我們在喝洛神花茶的那種 會有一點回甘的感覺 像上一次呢 我有拿一包這個洛神花口味的 給我朋友試吃 但我沒有跟他講口味喔 就讓他直接說 你吃吃看這什麼口味 他就這樣子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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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啊 哎唷 哎唷 這個洛神花口味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今天是椰子口味的啊 今天是牛奶口味 焦糖 馬七朵或者是 五香的 你只要一吃就馬上知道 這是什麼味道 所以第一次吃到洛神花乖乖的人 並不是你吃不出來是洛神花 而是你 吃到這個味道很熟悉 可是你就是想不起來 就是無法想像 啊原來乖乖 有洛神花口味的 是讓人家非常出乎意料的 所以我非常推 那這也是 讓我們家非常受歡迎的一款乖乖 你看連我阿姨都很喜歡吃 那我老人家都很喜歡吃乖乖 你看老人家都很喜歡吃乖乖 你看老人家還要吃這個小孩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幾款以外呢 就還有一個就是我三個禮拜 去台東花連跑了一趟嘛 然後在那個 那個清不知之的那個步道那邊 好漂亮喔 剛好也有在賣乖乖 紅糯米做的 你看 那這邊是光豐地區農會推出來的 一走過那個攤位我發現 有乖乖耶 然後想說是不是我買之前 買的那幾種口味 後來發現不是耶 然後推廣人員也告訴我說 這個是他們在當地的紅糯米 所做出來的一個乖乖 他說其實他的栽種過程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他後面其實也有介紹 還有說呢 這個紅糯米呢 是上天送給光復阿美族人的一個禮物 紅糯米又稱為紅素米 那色香味俱全 然後被阿美族原住民視為真品 所以我想這是紅糯米做出來的乖乖 那紅糯米又是上天送給阿美族的一個禮物 那他們又把它做成乖乖 給我們吃 那我覺得這應該是很特別的口味 我們來看看好了 我真的這個我到目前還沒有拆過 我也沒有吃過 我把它倒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味道 應該也是屬於 它有寫 它有寫 我就說這個味道好熟悉喔 可是我又說不上來 它是一種很傳統的味道 它是 拆拆看 我先給你看它的顏色 你看能不能拆出來它大概是什麼味道 OK 你如果以這種顏色的乖乖 我給你看一下很近喔 你看一下 我的麥克風掉了 開去 來你看 如果你覺得這個顏色的乖乖 應該是什麼口味的 我覺得你會拆巧克力 可是巧克力應該會更深一點 還是你會拆 它是咖啡口味的 有可能喔 這種顏色咖啡口味的 可是喔 我剛一把它打開 那個味道 就是很傳統 很熟悉 它是一種阿嬤的那種 年代的那種古老的一種香味 它是黑糖紅棗 有沒有這邊 黑糖紅棗 哇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把它倒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個顏色的 我覺得你對懷舊口味喜歡的人 對黑糖喜歡的人 對紅棗喜歡的人 對紅棗喜歡的人 這個乖乖 我覺得你一定要嘗試看看喔 很好吃耶 我覺得繼洛神花口味的乖乖之後 我阿姨一定會愛上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 就是在金布芝芝那邊買的 它是黑糖紅棗 它用的是那個花蓮太巴朗 像我應該沒有念錯吧 不好意思喔 花蓮太巴朗的紅糯米做出來的 我今天好開心喔 吃到這一個新的口味的乖乖 那我想一併介紹給大家 像馬上暑假也快到了 你有到台東花蓮走一走 我覺得你不妨買一些乖乖 像其實我這次去帶了好幾箱乖乖來送朋友 那他們也都很喜歡 這是我介紹的台東的幾款 乖乖 還有今天第一次開箱的這一包 黑糖紅棗乖乖 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了喔 就這樣子囉 OK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好結束 喔 我們下次再見